北市科調查報告出來 然後報告內容是指說 其實柯市府時代是未標而標不斷的下修 然後還有今天有媒體報說 是因為柯文哲在市長市的兩次會議 導致這個標案突然不一樣 市長有掌握嗎 北市科這個案子 其實已經進入司法調查 我們就全力配合檢調 那也希望盡快的釐清事實 讓一切還原真相 水落石出 那如果有發現不妨 絕對一妨追究 但如果沒有問題 也要還當事人清白 因為這是陳沛啟的人頭公司案 就是北市聯誼考機會 今天會開會來討論 那因為最後市長 這邊還是會來先河 想問一下市長對真實的態度 我了解今天聯誼就會召開考機會 邀當事人來說明 那一切就會依照法規程序來進行 這樣想請問 怎麼看黃先生現在被黨內停權 也就是說他確定是不能夠以民眾 共黨籍來參選二零二六 他對您爭取連任來說 你覺得現在回歸來綠對決是 挑戰還是反而更好選 這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那現在就是專注在市政上面 持續會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所以市長接下來會爭取小草的支持 會未來台北藍白鶴 市政不分顏則 我們就是全力的來協助市民解決問題 並且持續提供更好的服務 來照顧所有的市民朋友 昨天交通局跟官傳局都已經出來 對這份調查做了很詳細的說明 它並不具有參考的價值 我看到很多網友也指出這份調查 許多的問題 但最重要 我們台北市持續地來改善行人的空間 不管是相關擊退2.0路行的改善 交通部有一份統計 在今年的1到4月 全台各縣市行人死亡人數下降最多 就是台北市 我們是各縣市改善最好的 當然我們不以此自滿 我們持續地來進行交通友善的改善工程 所以今年是台北市的交通安全年 我們不只是選定以大學禮做一個示範區 規劃交通友善示範區 那也得到民眾很大的肯定 現在已經有10個里都主動提 希望能夠參與 那另外我們在天舞棒球場外 也有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路行改善 那一開始大家會認為怎麼有這麼大的變動 但是實際去了解 它確實縮短了行人通行的時間 避免民眾附落在更高的風險 那對車流量的引導也有發揮相當的效果 所以我們一步一步持續地來進行改善